小花 梁家渡那边工程15号开工 你这边准备好人哈 哦好 还之前一样担架啥 六十八斤平方啥 嗯对 呃一栋给你做 二栋我让小王做 好行 那我安排好人 嗯 小花 你这边做的怎么样了 哦他完工了 明天叫人进一家县长 就可以全部交付了 哎小花 你安排一下了 二栋那边一起给我做了 大栋不是请小王做了吗 那个小王啊 做了十天拿了十天的生活费 就走了 连我的工具都带走了 不邓总 这栋包给我们做 这工具是我们自己举的啊 怎么变成你们的 啊我给他是四十块钱一个平方 现在他走了我也不好找人呢 这样吧 还是六十块钱平方嘛 好 然后把这边的钱跟我解算一下嘛 解清一下嘛 没问题嘛 嗯好 哎邓总 啊 那两个零碗全完工了 那剩下的八十万的尾款 现在帮我解下了 小花 只能给你解八十万呢 那五万呢我要给小王 不邓总 你把工具包给别人 别拿你的钱 拿你的工具跑路了 我来帮你擦屁股 你现在给我五十公钱 这输不过去吧 小花 万一以后你不干这行 我还需要人 你看一下 如果可以的话我就给你转 哎 行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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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八十万的八十万嘛 啊那我现在给你转 花哥 哎小卫 坐坐 最近怎么样了 哎烦死了 我帮邓总啊做个项目 叫二十多个人过去 说好的一个星期节之前 现在一个多月过去了 一分钱都没接到 哦 你们帮邓总做点工了 对啊 按天算的 哦 你这样让兄弟们停工 结完钱再开工 哎我怎么没有想到 工地快完工呢 跟我说一下 嗯好的花哥 哎花哥 邓总那边的钱给了 啊给了是吧 嗯 你叫兄弟们做事的时候啊 该抽烟的抽烟 该玩游戏的玩游戏 啊 文养工 知道吧 哦好的花哥 反正时间一节嘛 这时间一到拿钱 嗯好的花哥 工地做到一半呢 他不可能不给钱给你们 如果他要卡你 不给钱给你们 你们就停工 你们一旦停工 他自然会给钱给你们 对吧 但是要记住 一定不能做完 快做完的时候 跟我说一下 嗯好的花哥 那走 花哥 工地那边啊 还有十多天就做完了 啊 那之前的钱都解兴了吧 解兴了 本来计划五三的人工费 现在都做出七三万了 解兴就好 跟兄弟们说一下啊 别干了 等工地干完了 那钱就接不到了 嗯好的花哥 去吧 小花 哎 郑总 找我什么事啊 啊 这上个工地啊 我不是给小魏了吗 这钱给他结金了 活还没干完就跑路了 气死我了 那怎么办呢 不是我发现问题啊 你都教育什么人了 要不就跑路的 要不把你干亏的 你总喜欢算计别人 整天就想去算计别人的事情 行嘛行嘛 你那个帮我解决一下嘛 不好意思 没时间 你这里忙你都不忙啊 为什么要帮你啊 你谁呀 这人生啊 多少真情被辜负